返回兰州了 现在这个是火车站 外地的朋友雷兰州肯定想到的是要去吃这碗牛肉面 但是今天的这个天气比较热 我就不吃牛肉面了 我就去吃一个姜水面 姜水面的话比较解渴 但是火车站附近我还真不知道有没有好吃的姜水面 我就边走边看 看有没有好吃的 我在火车上听见有两个人 他说是我们西北穷怎么怎么了的话 我真有点白听说实话是 我们西北其实也没你们想象的那么差 吃姜水面的话我觉得稍微走远一点 这附近的话怎么说呢 稍微往前面走一走看有没有 这里右边的到处都有 还有咱们的凉面也可以 一个姜水面要一个火皮辣子 所以要15块钱的肉吧 来一个火皮辣椒 好 谢谢 看着火皮辣子配上个卤肉 这姜水面看着非常的正庄 咸举菜 火皮辣子配上这肉 可以吃 非常好吃 非常质重 非常好吃 非常质重 天气热的话我建议来兰州的朋友先尝一碗他们的姜水面也不错啊 如果你是在火车站下台的可以从天水柄往前去走然后右转这是进西南路 轨进来就到了 它家的味道的确不错 这边我经常也不怎么吃 今天我尝了一些味道还可以的确可以 最配上一些卤肉和皮辣子 全派 来这种需要的肥上一脚 好好地休息一下 咱们下期视频再讲 咱们下期视频再讲